Yo,大家好,又是我Cherry叔叔 在身后这辆TGO 7 Pro做一个油耗实测 从主路上云顶,再开回来主路这里 OK,这支影片将会记录整个过程 那么有兴趣的呢,千万不要滑走 影片会有一点点的长 OK,那么Let's go 经过了一段时间呢,现在我们是到这个 Urubunam Sao Bao这里 这里已经显示走了257.3km 然后它的油耗是7L per 100km 平均时速是82.6km 距离云顶,我这里搜索大概还有60km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啦 在上云顶的时候再见啦 所以我现在在Cherry TGO 7 Pro这里的工作 可以看到我还是坐得蛮舒服的 空间那边还有很大 可以 脚这里 超过一个拳头 还有加上它有一个arm rest 所以我手可以这样子放得很好 可以啦 OK,so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云顶啦 可以说这边显示呢是7.9L per 100km 所以我们走了345km 然后油耗是用一半再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呢这桶油 包括我们下山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走到差不多500多吧 我们先去根丁那边走一走 刺舌刺舌一下 然后等下我们再来下山啦 U号测试呢就已经正式结束啦 OK,so我们从大山脚开到去云顶 到现在这里呢是苏埃佩拉的这个R&R OK,the Petronas 所以总共呢走的里程呢是560km 然后在meter显示那边的average呢是7.3L per 100km啦 这辆的Tigo 7的油耗呢其实跟 Omoda 5的油耗呢实际上是相差并不太远的 OK,so如果你们觉得Tigo 7的油耗不错来讲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或者是想问什么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谢谢支持买Cherry 记得找Cherry叔叔 拜拜